尽管行动管制令已经开跑三天 但是不听劝还是跑出来到处走的民众 还是大有人在 这让很多现在愿意放下工作 牺牲自由 愿意配合当局劝告留在家中的民众 觉得真的很无奈 全国人民的牺牲很有可能就断送在这些 自私自利的人的行为上面 那为了确保限制人群聚集 砍断病毒的这个感染网络 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 国防部长伊斯曼沙比利今天宣布 政府决定出动军队来协助警方执法 政府将会硬起来 在星期天开始出动军队 国防部长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在首相署召开记者会指出 直到昨天我国还是有一些民众无视管制令 出外和朋友用餐 父母携带小孩到游乐场玩耍 甚至有人在警方命令结散时 依旧固执不给予配合 让政府必须要在执法上升级 部长也补充 警方将有权援引警察法令 来对付所有不配合行动管制令的人士 另外最近有许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声称国防部长已经取得元首的预准 将会宣布戒严 对于这样的无尽之谈伊斯曼沙比利也很后期 到底网名乱传的那一位国防部长是谁 伊斯曼沙比利强调 出动军队协助警方执法并不代表国家实施戒严 因此他促起民众不要轻信网络上 所散播的假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名 sturdy 前任 瓶 好 动 正 点 感谢观看